我们首先看一看他的博士论文 这一个博士论文 也就是说在整个他的思想创造过程 我们说从1841年到1846年 可以说这一个时期 把思想转变过程非常的快 几乎有时候是一连之间就发生了变化 和他的这个生活经历很快 所以我们把它分四个小阶段 来看一看马克思思想的一个变化 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阶段 也就是1841年 他的这个博士论文写作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 他的博士论文主要是 研究自我意识的问题 这是受到这个七年黑格尔派的影响 就是鲍威尔 他主要是研究自我意识的 在当时研究自我意识的 黑格尔是把这个自我意识放到什么 就是从哲学史上 他刚好是和这个希腊化时期 因为希腊化时期研究自我意识的 所以是研究希腊化时期的 这样一个自我意识 那么要弄清这个问题 马克思是做了七本笔记 就是在这个从39年开始 为了写这个博士论文 他做了七本笔记 对当时的这样 整个的这个 就是用这个 关于这个 早期的德莫克利特哲学 和这个伊比比纠罗哲学 特别是对这个 淮伊人派伊比纠罗派和斯多格派 这三派的哲学 做了大量的研究 他本来想写一个 写一本专注的 但是后来他首先呢 写成了论文 所以正是因为他们青年赫格尔派 研究自我意识 涉及到这样一段历史 就是哲学史上的 希腊化时期的这样一段历史 所以马克思把他的博士论文 把他的自我意识研究 就定在了研究 德摩克利特的自然的哲学 和伊比丘罗的自然哲学的 差别这个题目上 主要是研究伊比丘罗的哲学 通过这个自我意识的批判 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 在里面强调世界的哲学化 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 这一个是对鲍尔的 自我意识的一个批判 就是鲍尔当时提出来 他强调这个自我意识是绝对 是完美的 所以要求他说世界是不完美的 所以世界应该哲学化 就是世界要达到完美 他就必须要走向哲学 那么马克思在这个里面 通过对伊比丘罗哲学的一个研究 他就提出来 他说这个哲学同时也是不完美的 也是不完美的 所以世界哲学化的同时 也就是哲学世界化 当你这个世界走向哲学的时候 那么他也暴露了哲学的缺陷 所以哲学也要在这个当中 扬弃自己的缺陷而走向完美 所以他说这是一个相互的 对立的这样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相互扬弃的过程 那么这样一个观点提出来的 就说明了马克思从他1841年开始 就是写着博士论文开始 他就不是一个完全的青年黑格尔派 他就已经表现了脱离青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倾向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 是1842年到1844年初 这个呢 是从莱茵报到德伐连建的时期 在这个阶段上呢 马克思的哲学啊 由自我意识的批判 转向了政治法哲学的批判 同时在世界观上 由革命民族主义 转向了共产主义 就是马克思在大学毕业以后啊 毕业以后呢 马克思啊 就打算了在这个波恩啊 波恩大学取得一个教授的职位 所以他对这个希腊哲学也研究很多啊 原来也想写一个专注 后来呢 因为这个想从事这个学术研究 但是因为他是当时啊 极力的 是一个反对封建专制 这个政治的这样一个 激进主义者啊 就是非常激进的这种态度 以及呢 政府当时呢 对清廉贝格尔派啊 他是采取一种排挤的态度 那么马克思呢 也就成为这个 因为他又是里面非常激进的人物 所以呢 就遭到当时这个德国大学的一个排斥 所以他就无法在这个大学谋到一个教授的职务 教授的职务 这样他就转向了这个从事这个报刊工作 他最开始到这个报刊工作呢 主要是在莱茵报 莱茵报 当时莱茵报的全名呢 就为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就是他的全名呢 叫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是在1841年的9月 1841年的9月 由科伦的这个富商 这个奥本海默等人啊 他们创办的 创办的 他的前身呢 是莱茵总汇报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创办的 他的这个最初呢 是1842年 1842年啊 这个元旦的时候 就以这个新的名称 就是他以这个莱茵报的这样一个名称啊 就出版了 那么这个杂志呢 最开始 他的目的是一个 采取一个非常温和的态度 它是自由主义的 但是采取一种非常温和的 这个自由主义的这样一个态度 把它变成一个机关报 所以就当时啊 就引起了当时的一些 有极尽倾向的 一个是荣克 一个是河诗啊 一个是荣克 一个是河诗 就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就是说就开始反对 所以这样的这个报判就转向了 就转向了革命民族主义 那么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期间啊 在这个工作期间呢 他就结识了河诗 河诗的思想啊 可以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就开始就结识了这样一个 就结识了河诗 到了这个1842年的10月 1842年的10月 马克思就出任了蓝音报的主编 他就出任了蓝音报主编 这个他出任主编以后呢 这个报则的革命民族主义倾向 就日益明显了 那么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呢 都开始为被压迫的贫苦群众 开始奔走呼号 所以在这个期间呢 马克思当时啊 面临着三个疑难问题 面临着三个疑难问题 那么这三个问题呢 一个呢 是邻魔盗窃法 就是一个邻魔盗窃法的一个讨论 这是一个邻魔问题 第二个呢 是对摩萨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 一个调查研究 第三个呢 是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辩论 这个邻魔问题啊 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就是当时这个莱茵地区啊 农民这个生活非常贫困 这个邻魔盗窃的事件呢 就逐年的增长 逐年增长 后来为了这个维护 这个地主阶级的利益 这个莱茵省的议会 就在1841年的时候 就提出了一项法案 这个其中呢 就讲 把这个减树枝 就是把这个减实树枝啊 就列为邻魔盗窃法 所以你不能在这个树林里面 去减那个树枝 掉下来的树枝 你如果去减树枝的话呢 就属于偷盗 那么就要给予法律的制裁 这个省议会呢 就这个法案呢 就展开了辩论 就展开了辩论 一派呢就认为 那个一派就认为 这个农民就说 我们这个减树枝啊 减这个树枝啊 是一个传统 我们用什么去这个维持生活呢 我们就靠这个减树枝 这个树枝 它又不是这个长到树上 我们把它砍下来的 是它已经掉下来的 所以我们就去捡 那就不属于这个 不属于这个偷盗 但是呢 有的呢 一派呢就认为它是偷盗 所以当时马克思呢 也参加了这场辩论 在这个辩论当中呢 他就啊批评了这个普鲁斯国家的这个法律制度 他当时呢就在南英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啊 就说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那么在这个文章当中呢 呃 他就站在这个贫困人群众的这样一个物质利益的方面 开始批判这个 这个普鲁斯国家的这个国家和法律 在这个辩论当中 马克思就像通过这样一场辩论的 马克思就看到啊 他说 推翻了自己一个观点 因为他原来认为啊 这个按照这个黑格尔的这个法则学的话 那么作为这个法的后面 其支撑作用的是什么 是理性 是理性 呃 就是说它是什么 是一个这个国家 是所谓它的理性的根据 马克思在这个里面呢 他看到什么 他说真正到着这个后面 对法律 对国家后面起支配作用啊 是物质利益 他两派是吗 他都是站在自己的物质利益上来进行讨论 根本没管理什么国家什么东西的 相反的 你国家也是某一个利益的代表 某一个利益代表 这样马克思啊 动摇了自己 在这个法则学观念 就是说从黑格尔那儿 所吸收的这个法则学观念 发现这个 呃 法的根据并不是国家 按照这个黑格尔的观念啊 就是法的 法的根据是国家啊 是一种国家理念 他他认为 他说明明都是物质利益 大家 两派的辩论 都是为了 为了物质利益展开的 物质利益展开的 呃 那么这是 这是一个啊 马克思推翻了 这个 使自己的这样一个 法则学的观念啊 发生了动摇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在摩塞尔记者 呃 这个辩护啊 就是 第二个问题是 对摩塞尔地区农民 贫困状况的一个调查研究 就是说这个摩塞尔地区啊 当时这个农民很贫困 那么这样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当时马克思啊 就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做一个调查 在这个调查当中呢 呃 这个当时啊 政府啊 呃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这个农民的这个贫困啊 和政府的管理啊 是没有关系的 和政府的没有 是没有关系的 不应该由政府啊 来这个 呃 来负责 来负责 但是马克思通过这个调查呢 他就说啊 他说实际上呢 这样一个原因 就是说农民贫困的原因啊 就是和政府的管理相关的 就是和政府的管理相关的 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呢 就他就写了一个摩塞尔记者的辩护 就是他自己是摩塞尔记者嘛 就是他自己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辩护 他就认为了 他就提出来 他说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 很容易走走入企图 就是胡适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 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 他说但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 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 而且就像呼吸一样 不以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 但是这样存在 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 这些关系呢 呃 就是说这样一些关系呢 决定了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 一个是决定他的意志 一个决定他的行动 就是说 而且向互相不以他们为转移 在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指出了 就是说 人的意志和行为 背后的客观社会关系的作用 他说所有的这样一些东西 就是说你这个行为个人 你的解释 你的这个行为 所有的个人东西 都是受到客观的社会关系 这个制约的 看到了客观关系 这种客观关系 对国家的制度和管理原则的制约性 这样呢 他就他就不仅仅探讨国家 而是要探讨 支配这个国家生活的客观接触是什么 这样马克思就从啊 这样一个摩塞尔记者的这个辩护 也就是说对摩塞尔地区农民贫困原因的探讨当中啊 就觉得对于这个仅仅对于国家的研究是不够的 还要研究国家背后的这样一个客观基础 这是他的第二个结论 那么第三个呢 是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一个辩论 出版自由问题辩论 当时在这个德国啊 出版自由是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主要问题 也就是说 也是德国政治生活当中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他认为德国当时认为啊 就是说出版自由是争取一切其他一切自由的前提 如果连出版的自由都没有 你说话的自由都没有 你还能谈到什么其他的人的自由呢 所有的自由都没有了 所以他把这个出版自由啊作为一个前提 也就是说没有出版自由 其他的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都是泡影 那么在当时呢 这个由于这个口号 这个思想一提出来以后 威廉四世为了谎和矛盾 所以也打出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旗号 就是说也同意这个出版自由 所以在1811年12月的24号 就颁布了一个新的书报检查令 书报的检查令 就重申了 他在1819年 就是说他们呢 在1819年10月18号的一个书报检查令 就是说取消出版物所受到违背 陛下意志的和不适合的一个限制 就是说你不适合的东西 你也可以出 也可以出 那么这 他认为啊 这个马克思就认为 他说这表面上看起来呢 是这个 就是反对啊 加以写作活动的各种无理由的限制 就是说反对啊 你没有这个 就是说可以有任何限制的去写作 就是说你可以自由的写作 他得到了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欢迎 说这样我们可以自由写作了 可以有自己的声音了 就想到呢 这个一个自由的时代呀 马上就要到来了 所以书报检查令一出来以后 他们就觉得马上到来了 甚至呢一些青年黑格尔派的人物啊 甚至公开的相信 说这个书报检查令呢 对德国政治生活的发展 起则无限的促进作用 无限的促进作用 但是马克思啊 他就以特有的这样一个洞察力 发现这个检查令当中的 反民主反自由的实质 他认为这个检查令呢 实际上是反民主反自由的 所以他就写下了 凭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 这样一个评论文章 写了一个评论文章 那么对这个书报检查制度和普鲁士专制制度 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猛烈的批判 就说马克思就指出 就说这个书报检查令当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一个根本问题 就是强调书报检查中的非法行为 和令人凤痕的现象 不是由书报检查制度 而是由个别检查官的品质造成的 这样呢他就说 你这个书报检查了 他说跟我的制度没关系 而是跟什么 个别检查官有关系 这样他就把书报检查令的 所有的B端 归结到个别检查官的品质身上 把一个制度的缺陷 一个制度本身的一个客观的缺点 归咎于个别的人 而保持了这个制度本身的一种假象 而保持了这个制度的假象 所以这样呢 马克思就提出来 就是对于书报检查令 所造成的这样一些缺陷 不能归咎于个别检查官 或者说归咎于个别的人 而应该对他的制度上展开批判 而这个制度的反映的 就是德国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 文化专制主义 这一个见解啊 可以说超过了当时一般的见解 包括青年黑格尔拍的 所有人的这样一个见解 所以在有关出版自由的辩论当中 马克思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比方关于出版自由 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 等等 那么在这些文章当中呢 马克思探讨了物质利益 触摸到了社会生成的东西 觉察到了省议会辩认的背后 隐藏着的各种利益的对立 以及不同等级的思想 就是说认为啊 这些不同等级的思想 这些东西 原来啊 他们都是受着物质利益的制约 受着物质利益的制约 那么这三个问题的这样一个调查 以及得出来的结论呢 对马克思的这个原来的世界观 就产生了一次重大的冲击 重大冲击 所以在这样一个时期啊 可以说马克思啊 思想是充满了矛盾 是充满了矛盾 也就是这个矛盾呢 也就是理性和现实 传统和进步之间的矛盾 他的思想转变啊 就是从解决这样一个矛盾开始的 所以呢 他就开始啊 退回来了 转向了对国家和法 进行哲学理论的一个研究和批判 哲学理论研究和批判 因为这个莱茵报时期啊 马克思表现出了强烈的这个民族主义的立场 所以1843年 元月呢 这个报子就被插封了 插封了以后呢 马克思啊 在那儿留了两个月 两个月以后呢 他后来想了一下 就干脆啊 就退出了莱茵报 他原来插封以后 但是马克思还是主编的职务还在那儿 只是说他疯了 但是马克思呢 后来还是待了两个月以后 后来他感到这个哲学的问题啊 应该找一个专门的时间来研究 不能够在这个报刊里面 所以他就要求退回来 这样呢 他到三月份的时候 他就要求退出这个莱茵报 退出莱茵报后 就到这个莱茵省的一个小镇 叫克罗茨拉河 就来到这个克罗茨拉河这个小镇 在这儿过了半年的时间 度过了大半年的时间 当然马克思在这儿呢 也就是把他的新婚放到这个 克罗茨拉河小镇呢 退回来 那么在这个期间呢 马克思做了两个工作啊 做了两个工作 一个呢是和卢阁 和卢阁一起商量呢 办一个新的杂志 也就是德法联剑 德法联剑 而且把这个地点进到法国 进到法国 这是这个 后来德法联剑呢 只办了一两期啊 但是呢 它的影响非常大 就是包括恩格斯的这个 这个政经学的这样一个文章 以及马斯的这个两篇最重要的文章 一个是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导言 一个是犹太人 的手稿 和九本强细的哲鲁笔记 九本强细的哲鲁笔记 这个十个印章的手稿呢 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遗书的 第260到313节的一个全面分析和批判 就是他的这个法哲学原理啊 关于第260页到313节 这一个刚好是讲的这个国家问题 国家问题 还包括那个市民社会问题 所以马克思呢 对这个问题啊 专门进行了这样一个研究 因为这个这里面啊 除了这个国家法以外 还包括王权 行政权 立法权等等内容 在这个论述当中呢 黑格尔是系统的表达了 他的国家观其中 对这个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呢 做了一个说明 那么这一个稿子呢 马克思在写这一部分的手稿啊 他其实是没有完成的 没有完成 并没有全部写完 但是其中的主体思想部分 就是他写这个 写这个法则 黑格尔这个批判的这个主体思想部分呢 是发在这个德法连见上 也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马克思的写的这个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导言和论犹太能问题 这是他研究的一个最主要的成果 这个手稿 后来这个没完成的手稿啊 一直到85年以后才发表 85年以后才发表 当时的这个苏共中央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这个 梁战诺夫 梁战诺夫 他苏联科学院的院士 他呢就主持啊 马克思恩格斯全级的一个编译工作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梅嘎一版的这样一个编辑工作 他在编译的时候呢 他就从这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 这个档案馆里面 发现了这一个手稿 发现手稿 然后呢发现手稿 他一读啊 就发现一个新的发现啊 因为能不能在没有看到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的时候 都把共产党宣言 这个资本人作为马克思的成熟的思想 不知道马克思曾经在 这个42年到44年间 特别在42年间到43年间 经历了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而这样一个变化呢 是和他的政治批判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他就把这一个手稿 把它编起来了 编起来根据他的内容 就定了一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呢 就是梁战诺夫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给他起的一个名字 那么同时呢 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1843年手稿 跟两个名字一样的 他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同时也叫1843年手稿 为什么叫1843年手稿 这是马克思在1843年 在克罗斯拉克这个地方 就写着这样一个 就是简称为1843年手稿 所以你们要看到1843年手稿 就知道这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因为这个名称呢 就是他根据这个手稿的内容起的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说了马克思做了一个九本的笔记则录 这个九本的笔记则录呢 是马克思对这个研究这个历史学做的一些笔记 这个笔记呢就称之为克罗斯拉河笔记 因为它是在这个克罗斯拉河这个小镇上写的 所以就把它称之为克罗斯拉河笔记 这个对这个克罗斯拉河 马克思对国家法的研究啊 就表明马克思开始走出了哲学的抽象诗变 开始研究现实的哲学问题 那么在政治上呢 马克思就彻底的 这个坚持彻底的这样一个革命民族主义的这个立场 开始走向了共产主义 那么在哲学上呢他已经完全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了 这个由维新主义来转向了历史维吾主义 他的这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呢是1927年出版 1927年出版 所以出版了以后呢就是能不能对这个马克思的思想 做了一个特别是对他的思想转变过程 做了一个新的评价 做了一个新的评价 至于马克思当时在这个1843年 他的这个思想转变过程 以及他的科罗茨拉和笔记里面 哪些东西对他的思想变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们下一次再讲